在毛主席追到大会上,这位开国大将,曾哭得心脏病复发,晕倒在的,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叙事在福州养病的罗瑞卿大将不顾身体病痛赶回了北京,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腿部伤残,的他坚持不让儿子掺着他,用刚刚能站立的双腿,走到毛泽东身边久久,的端向这气不成声。 罗瑞卿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是在12年前他哭着说没想到,那一次相见竟成永绝,18日百万人,在天安门广场,为毛泽东举行追到大会,大家知道罗瑞卿腿脚,因为病痛行动不偏偏,没有人通知他参加。 别的几个顾问也没得到通知罗瑞卿,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,对毛泽东的感情极深,他坚决要求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到大会最后。 有官方面只好同意了但给罗瑞卿,谈战和陈在道三个军委顾问只派了一台车。 罗瑞卿腿残要坐轮椅还有推轮椅的一个人,就要一辆车三个人一辆车,完全坐不下。 陈在道上将立即发火了,我们三个人怎么去? 罗瑞卿说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,经过联系又登派了一台车。 罗瑞卿是由儿子罗宇陪着去的下车之后,他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,碰见了谢绝灾的夫人王定国,他们两个都是四川老乡。 王定国看见腿脚不变的罗瑞卿站在烈日暴晒的地方于是便向他,说找个印良处待一会。 把罗瑞卿气愤的说,人家不要我参加我对他们讲,就算爬我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,我是斗争来的呀。 情到深处,罗瑞卿将军的眼角不禁泛起了泪花,他想到了,曾追随毛主席的争容岁月,却不想再见却是天人永隔。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的追悼会开始了,罗瑞卿和所有的人一样站了起来不过,他和其他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是,他是拄着双拐强忍着病痛的折磨,只是用一条腿肃力,向毛主席致以最纯粹的敬意。 在追悼会上罗瑞卿再也控制不住,自己的感情强忍着悲伤不停的流泪,白发苍苍的他却像是一个孩子,深藏的感情,像决堤的洪水一泻而下,他控制不住的失声痛哭,由于太伤心,导致关心病复发,他昏倒在的最后,罗瑞卿又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粉碎四人帮,后罗瑞卿担任了军委秘书长。 在百忙之中他仍然兼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,默默地守卫着毛主席。